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医界到文学 那么包括在探索台湾的历史 那么他这一生当中不遗一力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两年当中 从奎丽华所改编的斯卡罗的公共电视 那么在上映之后得到高度的回响 那么在现在他专心在治理台湾史 那我想在过去台湾的400年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从台湾人的血统当中 大家可以感受到台湾是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大家融合在一起 那么他的著作当中不断的在提醒 在从血缘到民族的融合 我相信这一条路 他不断的在建籍礼籍来提醒大家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台南建成400年 来跟陈医师好好来深入来讨论 那今天在访问之前 我特别把在这一段时间 二月开始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礼拜的焦点 从Borrow它再度重申 联准会的升息 大概接近了终点 这个大致上在下个礼拜 大家特别注意到 一月份的美国的CPI 应该会比12月的6.5% 可能还要再下滑 那这个情况看起来 美国的升息大致上 可能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 但是也不能确定它是照尾声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升息8次 然后升18 那到目前为止4.5到4.75 那后面到底还会升几次 可能一估还有两次 那两次各升一马 大概在5到5.25附近 所以这个是大概在升息路径 大家可以看到的 好 现在当中 这个礼拜给大家带来最大的震惊 是美国辉龙就业 原来一过26万 结果跑出来数字51万7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的现在的情况 虽然景气下滑 但是就业还是非常畅旺 然后美国的失业率降到3.4 3.4是53年的最低的数字 那这个情况可以看出来 疫情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 所以现在解封之后 很多的原来停滞 或被裁掉的这个职场 大概全部回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的鹰派的升息 大致上暴力升息过一段落了 美元开始往下回跌 那美元的下滑 大家特别注意到 这个礼拜 美元从最高114.778 它跌到100.82之后 这个礼拜它已经慢慢回升到 103.48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美元的回升当中 第一个大家可以确认 大约在美元指数在100 它会有强力的支撑力 台币这个礼拜曾经一度 升破30到29.658 但是台币最近还是回到30左右 所以美元指数100 新台币30 这个是一个大家值得注意的 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指标当中 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国的市内公债值利益 现在慢慢回升到3.361 那大致上是一个 它从盘成一个头部形态 慢慢也就确立了 景气的变化 摩根斯丹利告诉大家 市场仍处在熊市 企业后利率的衰退 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亚马逊公布 第四季它只赚2亿7800万美元 所以这个情况看起来是危险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Intel是第四季 非损6亿6400万美元 那超微是小赚2100万美元 那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台湾的台积电 它第四季赚2958亿 大约它的获利是100亿美元 所以台积电赚100亿 Intel亏616400万 超微赚2100万 这个就高下立判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 台湾的台积电在市场上 仍然有一定的竞争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去年赚了1兆0165亿 大概300亿美元 300亿美元大概是苹果一季的获利 所以台积电的获利在全世界的半导力产业当中 三星大概赚35亿美元 所以台积电还是出类拔萃 联化科第四季赚185.4亿新台币 那么大事上它去年赚了74块新台币 也大概相对好的水准 现在全世界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都在裁员 这个裁员的力道 你看Zoom大概裁员15% 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亚马逊的裁员18000人 微卵大概裁员1万人 所以每一家公司 现在都在大举裁员 那原来最畅衰美国经济的 这个Lawrence Salmos 他认为美国经济渴望 能够避过风险会软着陆 这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台湾现在央行副总裁 陈南光出来讲 他说台湾的央行升息太消极 这个也许将来可能 他应该在央行来产生一个连移效应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升息18 台湾到现在为止升凉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利差是会越来越大 那日营总裁 即将曝光 到底会是谁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看 现在乙工增加 大概比较呼声高 那这个时候 日本还是鸽派 那鸽派日元的贬值 会比较有一个 这个趋势性的一个观察的方向 值得大家注意 那美国的退休基金 上个礼拜大卖台积电的AD 但是这个巴威特买下去之后 台积电大概就没有低档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第四季巴威特的伯克下 他会再度买进多少台湾的台积电 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我们大概看到 整个景气在下滑 台湾的一月份 因为我们放假天数太长 出口的315.1亿 这个是相对有很大滑落的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二月情况也不会太乐观 所以这是台湾 第四季我们GDP是负的0.86 所以原液出口大幅下滑 那其中对中国跟香港的出口 创下14年新低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 过去中国占台湾的出口的 它的整个出口一纯度 最高43.9% 那到12月降到38.8% 那这个月再度往下滑 所以中国市场现在看起来 对中国经济在解封之后 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值得大家高度数目以待 那另外一个你看到 扑克现在在讲 这个他非常看好印度 大事实上苹果大概会把生产基地 移转到印度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礼拜当中 日本跟荷兰都加入 晶片战争的行列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礼拜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是这个中国飘在美国上空的气球 被美国的战机把它打下来 这个打下来之后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产生非常大的化学效应 美国花了一段时间才把气球打下来 有人在画了个漫画 他说气球流浪在求救 那这个布林肯取消中国的访问 那同时大家看到 这很多的KUSO的图案 都不断的在出来 这个时候拜登在美国的 国会的国情之文当中 再度重申对中国的这种 竞争的态度跟立场 这个是没改变的 所以这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礼拜还有一个重点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礼拜现在所有全世界都非常疯 Chart GPT 也就是AI现在在经过多年的研发之后 现在看起来它应用面越来越广 这个应用面越来越广的时候 现在微软它的AI的Bin 它看起来它比Chart GPT更有号召力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在市场上它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大家看到在这个AI的革命当中 NVIDIA的股价是大幅的飙升 所以它现在超过台积电了 那微软是这一次重要的受益者 股价也有大幅度上涨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大涨当中 现在有一个影响最大的大概是Google 大家可以看到Google的股价 在礼拜三是大跌7.44% 为什么呢 这个搜寻引擎大概会在新的Chart GPT当中 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 那你看到这个原始创意的Tesla股价 它从101到201.29% 大概已经涨了一倍了 中国大陆现在开始也在封 这个Chart GPT现在看起来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华为 那么尤其百度在这个回合当中 它现在股价大幅的飙升 所以看到百度股价现在急速的拉升 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支付的股价 一天当中最高曾经涨57% 那如果这个趋势方向明朗 那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会在这样一个 新的Chart GPT的发展当中 它也不会掉队 它还是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的重点 那我想这是一个在未来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从整个科技产业新的革命当中 找到一个新的投资线索 这个一定是未来这段时间 全世界大家瞩目的焦点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我们请陈耀昌医师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社长好 全国观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陈医师 那我想我们等一下进了广告 来看看在未来新台湾人 到底如何来产生台湾的共识 好不好 谢谢 稍微来我们请陈医师来给大家 看台湾400年的DNA 欢迎再回到现场 我们今天来访问陈耀昌医师 我看到你的传记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你是台南的希拉雅人 还有希拉雅人跟荷兰人混血 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我上次访问黄伟泽市长的时候 我跟他讲 我说这个你可以去找陈耀昌 MDNA 你到台南去看台南人 到底有多少人有荷兰人的血统 到荷兰 MDNA看荷兰人谁有台湾原来希拉雅的血统 因为在荷兰人占领台湾那段时间 这个著名有非常大量的通风 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台南有些长得看起来 有外国人的那个样子 那我相信应该祖先有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混血的关系 所以我想台湾其实你一直在 不管我看你的大作当中 从2016年的奎蕾花到丝头花 到柯林辉苦练花 大概就一系列这种 从花开始 但是你不断的在帮台湾人寻根 所以我们就大概从你身上的这个DNA 你也出过岛屿DNA 然后在这个血缘当中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特质 这400年当中给台湾什么样的启发 明年是刚好是台湾建成400年 台湾建成400年 那我在其实我第一本小说 叫做福尔谋杀三族记 那为什么我会写三族就是指 那时候台湾的原住民 那时候叫福尔谋杀人 另外是那时候来台湾 建立热兰泽城的荷兰人 然后那时候从对岸来到台湾的一些移民 就是福尔谋杀的移民 所以我把它称为福尔谋杀三族记 其实台湾一开始 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跟多元文化 我写的时候发现台湾的历史 过去台湾的历史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他没有写到原住民的历史 因为在1874年以前 台湾的领土 所谓清朝的台湾领土 是没有包括原住民的 这个是1874年的台湾 那时候的台湾就分成民 就是属于清朝在统治的 清朝只统治一部分 对 然后另外一边 那边那边都没有 就没有 就是所谓治理不及 化外之地 也才有斯卡罗的 罗密号事件 所以后来 这个李先德他代表美国 签约的对象是原住民 不是清朝的官吾 所以这一点 在清朝的官吾是没有记载的 所以本来这段历史 是始于台湾跟美国的国际史 也是台湾的原住民 在国际上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证明 那可是因为在清朝的官吾 都没有写到这一段 所以我就开始 写完《护文谋杀三字记》以后 我就开始写这个 《护文谋杀三字记》 写《护文谋杀三字记》 我也才体会到一点 就是刚刚所讲的 就是台湾的历史 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缺点 一个没有原住民的历史 第二个就是 没有台湾本土史观的历史 这个就是说 我们讲的时候从台湾史 现在常常很多 讲什么台湾自古始于中国 我现在这边要用一张 这个是全世界最早的世界地图 这个全世界最早的世界地图 叫做坤里万国前途 这个是立马都开始画的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扩充 很有趣的 在这一个万国前途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字叫东宁 就是东宁王国 所以国际上都称它为东宁王国 东宁国王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这边台湾太小了 所以大家看不到 不过我们要知道说 东宁这两个字 其实曾经出现在 世界的地图上面 然后后来才变成 这个斯朗来了以后 那斯朗来了以后 他就这个 你有把他提的字框起来吗 这一块碑就是 我是台南人 就是在台南的大天后宫 就是斯朗来到这边以后 他就立了一个碑 这个碑叫做平台激烈碑 然后他这边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个 刚刚十倍已经看不到了 第一句话就是 台湾远在海表 席街土翻 流民杂齿未有收拾 我还要讲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最近在说 谁是开台第一人 其实从1604年 这个成帝来到台湾 写那个东翻记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他叫 这边叫东翻 所以那时候台湾没有名字 就是东边的方 第二个 他那时候已经有很多 像蚌杠 大元台湾 这些民族已经有了 所以可见 就是说那时候 这个福建的 福建跟广东那一带的居民 已经有大量来到台湾 所以这个就是说 台湾其实 在从16世纪开始 慢慢被人家知道 然后那时候 是一个各地来杂齿 包括流民 其实这个流民还包括日本 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讲 所以你这段话可以证实 就是现在中国最喜欢讲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构一部分 那我也常讲 我说外盟国也是中国 不可分构一部分 你就没讲 怎么怎么讲台湾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这几年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就是台湾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对 第一个我刚刚提到过 台湾从400年前开始是 就是说在400年前 其实是不属于 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台湾有两种DNA 第一个是台湾有南岛与子的DNA 第二个是台湾有法制的DNA 这个法制的DNA我等一下再来讲 法制后面跟日本的51年 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先讲 这个法制后来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台湾文化学会 对 变成台湾议会请愿活动 这个台湾议会请愿活动 就是他讲那个林宪堂坐那个船 他说这个漂流要差不多1块1年 对 他是去西欧 去欧洲跟美国靠差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这样好了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不太喜欢讲血缘的DNA 因为跟国家有关系的不是血缘 而是一个法制跟民旨的认同 这个社会价值 台湾从1895年开始 我常常现在常常在讲 过去台湾对台湾民主国的影响 其实小看了 我们那时候只觉得说 台湾民主国 唐景松 李永福都很快就落跑 可是台湾民主国这一个5个字 对台湾的台湾人 住在台湾的人 其实是有种下根的 第一个我们是台湾人 台湾人的概念 其实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虽然日本人把他叫做本岛人 不过我们都叫做台湾人 第二个就是民族跟法制的概念 因为日本人虽然来这边算是知名统治 可是他们也有法制概念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一个民族跟法制的DNA 其实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 台湾开始有很大的转变 台湾突然就割掉给日本 像我们现在看黄土水 黄土水甘露水 现在国际是对台湾 那个黄土水出来的时候 黄土水是1895年出生 他1930年就死了 你会看到在1930年的时候 台湾的艺术家在日本的地展 一大堆人 你看从陈琛波到标记村 李梅树 陈子琪 陈子琪26岁就死了 你说他那么年轻 那么有才华 台湾在那个年代 那个艺术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这段其实非常有意思 来请教陈医师稍微来 好我想要特别请到陈医师就说 其实你看台湾在整个近百年的发展 其实从1895年之后 那个在台湾历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也曾经 我考过很多人 我说1895年到1945年 努本统治台湾51年 中间从头到尾有几个总督 大家都出来没几个 我最近考到一个 郑宏宇答得对 19个 然后这里面你会发现 努本那个总督里面有很多人 他爱台湾的心 眼大于一般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西班牙流感 他到基隆去染疫 然后他后来染疫 回福岡治病 结果在家里就死了 死了以后 他千交代万交代 一定要葬在台湾 所以现在那个三板桥 就是现在我公司对面 在林孙公园那边 你看他有两座鸟居 那个是明石下葬的地方 然后他后来牵到三支 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日本总督当中有一些人 他对台湾的整个建设 不管是硬体 你看到包括纵贯铁路 包括很多的水库的开造 明潭的水力发电 抽续 那个都大概都在那个时期 所奠定的 包括台湾很多建筑物 都是那个时候所日本人盖的 那文化当中 你看到台湾的这种基础教育 它的市值率 其实我看到一个数字 我们在1940年前后 台湾民众市值已经到78%了 相对中国现在很多人 都是不认市值的状态 台湾在文化水平 已经提升很多了 包括附证 警证 其实他已经到 那个治理在台湾有一段水准 所以我常来 不管你国民党执政或民进党执政 其实很重要一点 应该回复日本 在日治时代51年统治 带给台湾的生命力 跟台湾的风华 为什么 那一段时间台湾的艺术创作 艺术文化 独领风骚 包括在政治制度上当中 那个议会政治 其实这段已经奠定了 所以这一段我想 你现在在最近出的岛之息 看起来在这个上面 有很大的琢磨 这一点请你跟大家来 谢谢 其实日本 我们虽然现在很 这个谴责他们在招合以后 的这种 这种 赞 那个 没话说 他们有一个叫做 大政烂漫的时代 大政烂漫 大政烂漫就等于 差不多是台湾的 起源的1912年 1912年 到1925左右 其实也因为有这个大政烂漫 才有文化学会 文化学会为什么叫文化学会 他们就是说 台湾的民众的教育跟文化不够 所以蒋卫水就写了一个 叫做这个 就是问诊台湾的意思 他学国父那个 就是台湾的治理台湾的病 对 所以这个 从那个时候 蒋卫水提出来的文化学会 跟同时 几乎是同时 应该更早一点 我当过蒋卫水基金会董事长 跟林宪棠 提出来的 这个要台湾 台湾议会设置 请宴活动 那个时候 什么叫做议会设置 议会其实就是有 带有一些名字的一个味道 所以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中华民国 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28年以前 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 1949 1928到1949 第三个阶段是1949到1996 第四个阶段是1996以后 我为什么这样分 就是1928以前的中华民国 那时候国局是不一样 是五色旗 五资共和 然后那时候有选举 反而1928以后没有选举 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训政 可是到台湾以后 1949以后又是所谓训政时期 因为立宪了 所以又开始有选举 这时候我们反观 中国从1928年以后到现在 没有选举 所以从1928到现在将近100年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一个DNA 这个DNA 跟血缘无关 叫做法治跟民族的DNA 所以这个是一个 大家都没有去细细气把它分 就是觉得中华民国就是这样 到现在112年这样子 其实应该这样子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我这张图写的 这个叫做台湾人的DNA 绝大部分有南岛语子的DNA 这个是第一个在血缘上面的不同 不过我不太想强调这个 我只是想强调在这边来强调说 台湾是一个多元资金 多元文化跟多元史冠 然后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我用汉字文化来连结 然后现在就是前岛必须要同岛一命 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国际情势 这个是我从血缘方面 我只要想想这样就好了 可是我要讲的是 就是台湾人的名字跟法治的DNA 这个是在过去一百年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1996以后 这个台湾的民主DNA就非常灿烂开花 1996是你能够推动总统直选 对总统直选 如果台湾是现在像香港这样的一个殖民地 你只能选总督 台湾就过去19个日本总督 就这样来的 如果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只能选总督 台湾有总统可以选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当你行使台湾独立的那张总统那一票 你就是主张台独的 所以我说你现在 如果你反对台独不准选总统 我们现在讲到台独 又台独跟法独 这个我再深思一下 我常常觉得我可以了解 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成立 可是这个没有包括台湾 然后ROC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第二个就是1996 1996年签名选总统 这个非常的 其实我相信现在的统派人士 他们也有民族跟选举的DNA 只是他们盼望说对岸有一天 是不是可以民族化 可是我是觉得台湾的民族化也不是一旧可成的 对 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 我相信这些法独人士也是很希望有民族 希望他们希望中国大陆民族 可是我是比较悲观 我认为这个民族的杂根需要一段很长的事情 因为中国已经100年没有民族选举了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个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个台湾的 陈医师在你的书里面 你从400年的演进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还是觉得你现在导致西当中 可以把台湾的未来 你想第一个分治很重要 就台湾的血缘当中大家混来混去 对对对对 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游民的形态 所以你有流亡的 这个还有一个讲包容 对不对 这个从这个特质当中 你来定义未来的台湾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你再发挥这一段 好 谢谢 好 特别请教陈医师就说 你其实你的小收系列里面 从傀儡花 书头花 苦练花 这个都有花 但是你的著作当中 有一本生计魅影是我帮你出的 我财讯帮你出的 你一直都是财讯的专案作家 好 这当中后面导臾DNA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这个你从台湾的血缘开始去推估 然后从民族的融合当中 给台湾看到一个大家未来 从分里面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这一点我想请你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这张图其实我要表现的是 第一个台湾是面向海洋 这个面向海洋 这跟我们以前寓于陆地的 所谓中国大陆旁边的寓于 这样就有点不太一样 台湾的父系子仙 我们都说台湾父系子仙 就是对岸过来的 可是台湾我们的子仙 跟其他的中国大陆的人士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我们的子仙 大部分从漳州 泉州 潮州这样子过来 这三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他们在大航海时代 或者是在古代 在宋朝援朝的时候 就已经是国际的海港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民众 是不怕水的 所以他们也当 所谓横渡黑水溝来到这 然后我常常在讲 他们就既有海商的性格 既有海商的性格 所以他们就可以 拿一个皮箱 这样到处讲 这个到处走 这个就是台商 我们的台商 其实就是很富有我们的祖先 这种海商的一个个性 所以台湾的户系 其实就是不怕海的 不怕水的 母系更是 我们常常讲说 台湾是南岛与祖的祖先 台湾在公元2000 从现在算起 3500年前 就跑到南岛与祖的各个社会 所以我用这张图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的位置 刚好是位在中国的汉字文化 跟这个南岛文化的交界 那父系是比较偏向汉字文化 母系就是比较偏向南岛文化 所以这个是台湾在地理上的一个特色 这个是全世界没有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非常特色 非常unique的地方 那我就是觉得说 我必须要用这样的史观 这样既扁土又国际的史观 来写台湾的历史小说 对 也是DNA 那这个DNA我常常讲说 我写这个岛屿DNA 其实不是告诉你说 不是寻根 不是告诉你说 你的祖先从哪里来 因为我们的祖先太多了 我常常这样讲 这个我的DNA是 因为我是用疾病DNA 所以我是告诉你说 你有什么样的 你的祖先会带来 跟你带来什么样的疾病 所以我讲了什么地中海星贫学 什么 这个有意思 这个你讲到这个就是 僵直性脊椎炎 大概从荷兰的北欧来 对对对 然后幽门赶俊 对对 好像从南岛这个出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鼻炎炎 鼻炎 鼻炎是白叶 我在这里就要特别强调 台湾的父系祖先 他的血液里面流的东西 其实白叶基因很重要 白叶基因其实胜过于汉人的基因 那白叶是谁 白叶其实就是现在的越南 所以我曾经比较过 这个是越南跟台湾的DNA 非常相近 所以越南的民众跟台湾 看起来外形很像 对对对 过这个要陷于北叶 北叶 北叶 这个河内那一带 因为那一带才是以前的大叶王国 南部那边有南岛名字 也有这个马来人 所以比较 所以他们越南也是要把北叶那边 叫做金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讲 日本讲京都 那个韩国讲索尔 索尔也是 投这意思 就是那个金人 这个DNA的比较 你可以发现说 台湾的第一名是他们的第五名 台湾的第三名是他们的第一名 这样 所以我可以 就是说可以发现说 然后这疾病的形态也很相似 对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其实我们祖先很多人 你想想看我们 我常常讲说 郑成功到现在 来台到现在360年好了 1662今年是2023了 已经超过了 那360年差不多有12代 12代 12代 那你想想看 你这一代 你是一 然后第二代的子仙有两个 你爸爸妈妈有两个 然后再上去 你的子父母那一代 有四个 然后再上一代 我们说那一代 要怎么说 阿祖那一代 那个有八个 然后再下去有16个 所以你把它反思到第12代 你有几个 有2048 13代的话就4096 你怎么知道说 你的所谓你的子仙是 你假如说你的子仙是很同质性 那这样的话就是 不要紧 这个4096个都是一样 所以你讲混出来就这样 对 所以我讲混 因为台湾的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就讲说 台湾的子仙 这个非常多元 所以台湾人的DNA非常的混 那现在我们要 我要强调一点 这个我们过去常常讲外省外省 其实我小时候不讲外省 那就是叫阿祖 对 所以还比较清洁感 那所以其实现在的外省 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也都有了南岛与子的DNA 那这个又是跟对岸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从19 那时候我刚好在当国代 这个1997年 我们会省以后 我就不讲外省这个字 对 这个我就 觉得说我们 反正就是全部都是台湾人 对 所以我的观念 就是说台湾只是先到后到 这样子 那后到的人 这个必须要包容先到的人 给这个收容台湾 收容我们到台湾 所以我曾经提倡过台湾感恩日 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后到的人 要跟先到的人表示感恩 对 那这个其实不只是 所谓这个 汉民旨 对严治民的感恩 我觉得这个应该爆发 从爆发扩展到1949 然后甚至爆发扩展到 现在的 我常常现在讲说 现在台湾有五个族群 不是四个族群 第五个族群就是新台湾之旨 对 就是从20 差不多是1995到2000年到现在 这个新台湾之旨 而且我们现在新台湾之旨 人口有多少 加上他们的母亲 已经超过100万 对 这个100万 这个市值其实很大 对 我非常希望说利用 这个新台湾之旨 对他们的母国 对他们母亲的国家 的一个语言的一个 这个文化的元首 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南京政策 其实就是这样的思考 而建立的 对 这些都是 所以台湾其实是不同 一直一直一再 这个 就是说台湾史是不同世代 不同世代 然后一再的 这个 一再的流亡 殖民包容跟港燕的事部曲 这个是我的想法 然后国家认同 应该是价值认同 就什么价值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民族DNA 跟法治DNA的认同 而不是血缘的DNA 民族跟极权独裁是 对 不同价值的 对 我想刚刚陈教授的时候 讲了台湾导致DNA 我们经过了400年 这400年当中 大家要共同寻找未来 也就是说 大家既然 这个是混出来的 那我们如果 大家在包容 到寻找未来当中 去追求台湾未来的 新住民的部分 新住民现在 也给台湾很多多元的思考 我最知道 南部一些乡下 有一天有个村长跟我讲 他说他越配 越南的跟本地 他说结婚十个 最后还留下剩一个 他说都 他拿到户籍以后 就离婚了 就跑了 那他说印尼的 十个大概可以留下六个 不同的种族 他其实这个会不太一样 那这当中因为越南是太能干了 所以这个 他们一旦拿到身份证以后 开始就新的天地就开始了 那这个在台湾 未来其实在南部的社会 可能是各单位的 县市政府要去 去思考的问题 好 那你在导以DNA当中 从流亡 殖民 包容 到感恩 这八个字其实非常有学问 内涵是非常深邃的 那我想我们节目 在最后的单元 也请陈教授来跟大家 来再看一看 就是说台湾经过这四百年 其实内部的融合 还有待努力 所以你说 我们讲本省外省 或是大家不同的意识形态 价值 在这个地方都有很 尤其到选举的时候 大家吵成一团 那我想在这四百年当中 如果经过十二代 台湾人应该有什么样 新的思维 我要这么讲 就是刚刚 我讲到说 中华民国四个阶段 对 不过其实 这个我们台湾在1949年 不应该讲是1945年以后 虽然遭受了一些 民主的逆流 所以才有228那一些 还有白色恐怖 可是那时候的 这个 蒋中正 蒋介石的中国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我们记得吗 他对外叫做 自由中国 为什么 因为他有选举 我们那时候还选 至少会选一些 这个地方的一个议员 这样一类的 所以这个还是 这个 所以我刚刚讲说 中华民国分成四个部分 四个事情 就是跟1928到1945的 中华民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然后1996是完全 这个我们可以选 选这个总统 这个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中华民国 台湾 台湾ROC 这样的一个四个 这一些不管怎么样 所以即使我们刚刚讲的 台湾的五个资群 现在我都讲五个资群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DNA 就是选举 就是法治跟民旨的DNA 这个就是我们将来 面向未来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资本 所以我才讲说 我们是同岛一命 现在要同岛一命 当然就是说要有共同的价值 这个就是台湾未来 能够维持团结体制的 一个共同的价值 这一次台湾建成 台湾市政府讲说 台湾建成四百年 有些人就很不太满意 说你怎么把河南 当作好像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当然台湾历史 可是对 西班牙人在基隆的 这个圣哨历史也是 对 我就是要讲这个 就是说 河南跟西班牙的来到 是让台湾步上 这个世界史的开始 而且我常常讲 台湾一步上世界史 其实就是亚太营营中心 这个是很有趣的 然后台湾一步上历史 就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 台湾一步上历史 就是各个族群 要学习互相怎么包容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用明年来当作台湾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飞煌的开始 这个也许原住民同胞会不满意 因为其实他们5000年前 就已经创造了南岛文化 可是假如用现在的世界史来讲的话 这个确实1624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介于1624 1624不要只纪念 这个荷兰典的建成 我们应该要扩充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1624以后 1624还不是汉族的社会 我也不喜欢讲汉族 只是说1624台湾才开始 它的近代史的一个 我们讲巨轮的一个演变 所以我希望明年的 台湾的建成400年 你要包括原住民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历史 你要包括后来的汉人 其实那时候已经有汉人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把台湾的历史重新看一遍 用台湾的本土史观来前世 不要用中原史观 然后我们用台湾的本土史观 其实很有趣的就是世界史观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把台湾史跟世界年级 我常常用讲说我刚刚讲的傀儡话 1874年我们叫做牡丹社事件 然后1875年我们现在叫做丝头社事件 可是假如用一个世界史的眼观来讲 不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1867年罗密尔事件 这个叫做美国第一次探险台湾 然后1874年是日本第一次探险台湾 然后1875年是清朝来探险台湾 因为所谓开山湖湾 我一直要强调说开山湖湾 这个是一个在对原住民来讲 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碧鹿兰鱼 鱼鸡三鱼 这样的一个台湾通史序已经把它废掉 不再叫合适了 就是我们要来强调说台湾的各个族群 是大家是完全平等的 然后完全应该和谐来相识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对内我们要融合各族群 然后要同岛一命 对外我们就要展现我们台湾的一个 民族跟法制的DNA 这样来显示说跟中国的不同 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怎么样来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台湾的历史用小说来写出来 我自己叫做小说话历史 我也很高兴说 我的这个葵鱼花 也就是这个斯卡罗的原本 最近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 有翻译本 对 这个你自作等身 其实这个是新的翻译本 对 然后现在还有个头粪之云 头粪之云 我是要强调台湾民主国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台湾民主国的意义对台湾 绝对不是我们过去想的 这样传过水无本 不是 台湾民主国对台湾的历史 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是一个埋根 然后台湾原志民 对台湾的文化 也非常有意义 因为这个是一个 台湾原志民的历史 其实是跟台湾史是并存的 然后也是国际史的一部分 那这个是 所以为什么我这本诗 哥伦比亚大学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把它认为说 是可以东亚研究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 将来我觉得我们看牡丹色事件 也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 然后看开山湖安 开山湖安 这个原住民这一段的历史 是很不幸的 而且延伸到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对原住民 也是很不公平 那这一些都让我们用时间来 慢慢来这个达到职群融合 然后达到自己的一个 所以莫拉努到那一段 也是历史的杀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这个从陈医师的 这个书当中 你看这个后来斯卡罗 这个李仙德 好像跟永福国小 也有一些连结 所以我说这个 那是我的母校 你的母校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 有很多的奄言 非常值得大家 来共同探索 所以现在台南对 整个文资四百年 我想市政委非常努力 在保存 那我相信陈医师一生 你对台湾的这种考究 我想现在很多的小说 慢慢对社会也带来影响力 我大学四年里面 我每一年都会参加 台湾史基研流会 那个时候我跟林恒道 非常熟 我每一年寒暑假 我都参加救国团的 台湾史基研流会 我帮他背水符 然后台湾到处去看 那个时候他出口成章 就台湾每一个地方的历史 典故 你说什么草邪敦 什么牛骂头 我们就从古代地名当中 或留下的一些遗迹 去看台湾的演变 我想你的小说 也带给台湾人 非常多的新的思维 所以我想 生长在台湾这块土地 回来重塑台湾的历史 然后从台湾的历史 寻找新的养分 我想你是煞费苦心 我相信这次斯卡罗是 给大家一个很新的启发 我再强调一个名詞 叫做东宁王狗 现在大家到台南 都跟我们说假 其实台湾的 为什么叫做虎城 台湾叫虎城 是因为它曾经是 东宁王狗的守护 所以我觉得 要把东宁王狗这段历史 大家要重新再慢慢了解一下 好 谢谢陈医师 感谢大家观赏 下周同一时 请大家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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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